2号这一天是年底里长选举登记的第二天 不少想要参选里长的候选人都前往登记处进行登记 有大部分都是现任里长 也有不少新人登记加入选战 因为国立9月2号也是农民历当中 8月初九万事皆宜的好日子 让许多人都选择在这一天登记参选 来看看现场状况 里长选举登记作业进入第二天 瑞芳区的部分比起昨天只有11人登记的情况比起来 今天就有20多人前来登记 因为9月2日是好日子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挤在这时间来登记 一大早公所里头就挤满参选人还有支持民众 9月5号还有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资购以来比较买 所以我们今天是9月5号 用9点到11点的好日子来登记 现在已经 9点26分 我就已经登记完了 第二天的登记作业 一样是有许多要争取连任的里长 选在今天这个好日子 在亲友的陪同下完成登记 当然同样也有不少胜利军加入战局 这位里长参选人刚退休 自认有时间可以全心全意服务里面 因此在太太的陪同下完成登记 我在我们的陪同区的这个圣公亲的队伍 这里是体育 体育都没有影响了 都来选在里面为利的乎务 我已经有年龄两次了 现在是第三次 里面应该是差不多一半客家 应该是一半客家有百万 如果我做不够的地方 我希望这次如果大家有 我再练练的机会 我的经过努力 经过打拼来为利民服务 里长选举登记作业到9月5日 也就是这星期五截止 目前选战各离大多是一对一的情形 唯一龙川里目前有三人登记 最后战局将如何呈现 将在登记截止后揭晓 解成为瑞芳采访报道